我們來看一下LINE的官方2.0帳號 官方帳號2.0 怎麼樣升級為付費方案 那這個升級付費方案 在iPhone的手機裡面 找不到那個付費的按鈕 所以很多人問到這個問題 那本來這個是在付費課程裡面 那我們現在把它公開來 太多人問了 我們把它公開來 因為這也不是什麼技術問題 也跟行銷沒什麼關係 我們把它放在YouTube讓大家看 在你登入這個網路那個網頁版之後 電腦版就是網頁版 它沒有什麼應用程式要安裝在電腦 不需要 它就是一個網頁 那網址就是這個 manager.line.biz 這個網址 manager.line.biz biz 那進去之後呢 你就登入你的 你私人LINE的E-mail帳號 還有那個密碼 就是你私人LINE的帳號密碼就對了 你私人LINE要綁定那個E-mail 你才會有那個嘛 你才會有那個LINE的官方帳號對不對 所以你登入之後呢 就會來到這個畫面 也許你的帳號有很多個 像我這邊好多個 你就挑選你要付費的那一個 然後呢 左邊這邊都沒有 找不到付費的地方 那因為iPhone手機在手機上面也沒有 那之前舊版的呢 在安卓手機是有的 可是因為我自己已經換成iPhone手機了 所以我不曉得我還沒有去看那個 安卓手機板有沒有 啊不管 反正一律都用電腦去支付就可以了 所以右上角這邊有個設定點進去 這裡設定點進去 左邊這邊有個帳戶專區點進去 然後這裡有個推廣方案點進去 好就是這邊 這邊就會有個輕用量是不用錢的 然後中用量是840塊的含稅 然後高用量是4200塊的含稅 那這邊我目前是中用量 假設我要升級的時候 就是按這個升級 那假設我要降級就是按這個降級 好啊假設你目前是0元的 那你要升級就是按這個 你想用中用量840塊的 你就在這邊升級就對了 然後就依照指示 他就會叫你去看你是要用LinePay付款 還是要用信用卡直接刷卡 然後購買之後呢 他就會變成使用中 像我這個840塊的在使用中 然後預定續繳日期是12月1號 就是你現在不管是幾月幾號買的 月中買或月底買都好 反正他現在會按照比例扣錢就對了 那每一個月的月初呢 會完整的扣一次 譬如說840塊 他下一次就是在12月1號扣 12月份的就對了 月初就扣了 那你11月的如果像現在是11月20號 還剩下10天而已嘛對不對 他只他就會幫你只著收這10天的錢 他不會把你11月也收840塊 不會他按照比例去收費 所以不管你是安卓手機還是iPhone手機 反正你只要進到這個電腦版 然後進到這個設定裡面的賬物專區裡面的推廣方案 裡面就可以去使用這個升級按鈕去付費了 然後呢假設還有人問到對不對 有人問到那個像我這個是藍色的盾牌 藍色盾牌就代表已經認證過了 認證過了 是公司名字才可以認證喔 如果你是私人的是沒辦法認證 個人是沒辦法認證的 然後這邊有個專屬ID 那之前呢我運氣好 我比較早就是升級成認證帳號 所以我的專屬ID並沒有強迫我要購買專屬ID 所以我目前ID是用他原官方配發的 亂七八糟的那個不好記的ID 但是I don't care 我不理他就是這個 我也不想繳費了 然後但是呢 現在如果你要去申請這個藍色盾牌的認證帳號 你一定要先做這件事就是要購買專屬ID 雖然一年不貴啦 好像才798塊嘛 那之前第二年是折半價300多塊 那我不曉得現在第二年有沒有責辦 反正我不想買就對了 因為我已經認證過了 我也沒有必要買 好就這樣 那認證的話呢 一定要先購買ID之後才能夠去申請認證 就這樣 但是你每年還是要繳這個ID的錢喔 OK 那這個是一年繳一次就好了 那剛剛的那個推廣方案呢 這是群發的時候才會用到 這個是每個月都要繳 記得每個月都要繳 那他會自動扣款 會自動扣款 好了就講到這邊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你對我們的網路行銷課程非常有興趣 或者是我們2020年即將推出的 其實現在已經在Beta版了 即將推出的線上開課平台方案 完全賣斷的方案 讓你可以自己擁有網路印鈔機 擁有一輩子的被動收入 那趕快跟我私訊聯絡 LINE我就可以了 底下會有我的LINE LINE AT 就是這個升潔科技 直接搜尋升潔科技的 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就可以了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要記得訂閱 訂閱 訂閱 然後再按小鈴鐺 OK 我很少講這句話 可是現在我會開始講了 訂閱 再按下小鈴鐺 以後就會收到我免費的資訊 OK 拜拜 拜拜